接下来我们进行第四小节的学习 应用防火墙和安奇事 应用防火墙就是WAF 安奇事是有动的一个主机防护的一个模块 主管服务器的安全 先看一下WAF 外面应用防火墙 WAF其实是一款 看现在是一款网站必备的一个产品 刚刚讲到Dios防护的两款产品 是解决网络层面的 防止用户通过暴力手段来整个攻击服务器 让整个服务器不可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或者威胁很大的 我们在前面第一章节讲到的威胁的时候 说有个应用层的防火 应用层的威胁 比如说SQL注入 还有漏洞提权 这些漏洞 还有跨站漏洞 其实都是基于应用软件进行切入的 WAF应用某一个APP或者是某一个网站 它的账号被导 一般情况下是通过网站上有漏洞 上传木码 SQL注入 插件漏洞 比如说上传一个图片 或者是验证码的插件有漏洞 会导致黑客会把木码软件 传到了服务器上 导致了整个的应用 或者整个服务 受到安全的威胁 这就是WAF防火墙 它其实防火的场景 如果用户的网站不是特别安全 加上WAF 做成防护 降低功能难度 其实说安全与否 其实没有绝对标准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说我的软件 做的就是绝对没有安全分解 然后绝对没有漏洞 黑客公布破 现在还没有敢说 因为黑客的技术在不断的发展 互联网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 其实所有的从传统系统开始 到上面的中间界 到应用软件 都是程序开发的 一定会有此高彼长的一个过程 黑客技术在发展 那么我们的防护软件也在发展 应用在更新 逐渐迪达的一个过程 总而言之 我们要知道 WAF其实是防护网站和APP的 应用的安全风险的 比如最常见的就是 CQ注入 XSS跨站的脚本 木码 插街漏洞 和非授权的制约访访问等等 还有这些恶意的 海浪CC的攻击 端口的一个检测 数据爬取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 某互联网公司 经常会打架 说某某公司去恶意 爬我的网站数据 比如说购物的评论 然后购物的购买记录 这些其实都是应用成 非常重要的一些数据 如果被恶意爬取 其实非常麻烦的事情 CC攻击 其实它是一种 迪道士攻击的一种 它是模仿正常客户 进行海量的 慢速的 不断去攻击 但是客户端非常多 比如说我发起 两万台服务器 对一个网站进行 进行连接 全列度的一个连接 那会导致整个网站的 这个负债会非常的高 这种客户几乎发访问 类似这样的 通过应用的 层面的攻击 都叫做应用的 安全问题 那么都使用 WAF的解决的 这个范畴 上了WAF 可以解决一个是 应用本身 服务器的安全 还可以避免 这个数据资产的 一个泄漏 保障整个网站的 安全和可用性 比较高 这是WAF的定位 那游动WAF的发展历程 简单做一个回顾 那其实也是在 十年中过程中呢 淘宝支付宝的 几个上线使用 包括双11 那其实是从05年开始 做web攻防的研究 黑客开始兴起 2013年呢 其实面向 阿里用客户对外开放 2015年的11月份 其实天猫淘宝的 双11的海量请求呢 经收主大的考验 其实2016年4月份 做了集中的CC防护 精重防护功能呢 其实商业化上线 其实经过了 很长时间的 这个反复的改版 垂裂 最终呢 能够对 为客户提供一个 即开即用的 非常方便的一个 应用防护的一个功能 看一下WAF的应用场景 我们举了四个 简单的非常常用的场景 第一个 比如说网站变卡 打不开 就是海量肉机访问 就是CC攻击 直接被耗尽 我的网站呢 节点号好好的 其实用户 也没有增长多少 但突然间打不开 服务器的负载很高 那这个有可能 就是收到了攻击 第二是账号数据 泄漏资金的损失 比如说我们这个 官网充值 恶意充值 其实是并没有 把借到银行 而是可以注入的 那么商品交易 或者是这个 恶意免费低价的成交 到底用户的数据 这都是 第三网站呢 其实 变成最大的威胁 这种交易 损失 直接有泄金的损失 这种场景 也可以用WAF 来去发现和防御 然后第三种 是恶意扒取 我们刚刚也讲到的是 我们的网站的数据 被恶意 恶意拔取 然后去做分析 短信流量被滥用 比如说有些业证码 短信的业证码 不断去帮用户取密码 或者是说初始化 一些其他操作 其实短信流量呢 其实被恶意了 恶意这个滥伤化 会导致我们资金的一个耗费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 零贷漏洞 零贷漏洞 就是说当天发现漏洞 这叫零贷 就没有经过20小时修复期 比较新鲜的漏洞 那黑客呢 会利用零贷漏洞 进行去提取注入 导致网站页面 创改 盗取数据 这些场景都非常非常典型的 WAF都可以去进行防护 那这个WAF的工作原理 其实我们举了一个淘宝的例子 就是它是怎么去工作的 比如用户输入淘宝.com 那它首先会解析 DX服务器解析上IP 第三步 然后把IP这个请求呢 发到这个WAF的CNAME地址 就是WAF的网关 WAF呢 进行清洗 清洗完以后 将安全流量会达到淘宝的服务器 服务器将内容返回到WAF WAF呢 作为一个检测 没有问题 返回到用户 其实整个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WAF的 呃 刚刚场景和使用原理 已经介绍清楚了 那其实开通也非常简单 啊 在 呃 啊 这个收费产品 那么在用户啊 选择合适套餐以后 点击付费 啊 最终会获得一个 CNAME的一个解析的地址 通过DX解析CNAME指向 啊 WAF的URL 那么就可以了 那最终会 啊 使用过程中啊 就会按照这个 12356的流程 去工作 要进行自动的防护 那么同时在官网 还有一些详细的报告啊 比如说 师傅受到攻击 受到哪些类型的攻击 攻击量是多少 那么攻击的时阶段是哪些 最终哪些呢 受到了旧能的防护 都会给客户惩切 啊 这就是啊 整个啊 WAF啊 做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用选择的安琪4 安琪4 我们刚讲到了啊 应用 讲到了网络 那最终会看到说 主机级的防护 如果主机安全被泄露了 那其实应用也被泄露 啊 那安琪4就是在啊 服务器里面工作的一个模块 然后帮助我们啊 用户去保护服务器的安全 那主要功能有四个啊 木码的插杀啊 就如果有木码的话 我们能够去报警 然后呢 防密码的暴力破解 比如说我们的 从桌面或者 Linux SSH啊 密码遭到破解的话 或者MySQL Server 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 如果反复被从事登陆的话 安琪4都可以发生作用 还有异地登陆提醒 比如说我经常在北京 维护服务器啊 突然间我的服务器 被从生证登陆一次 那这时候立即会给我发条短信 告诉我说 有异地登陆啊 可能有风险 那漏洞检测啊 修复 就是发现一些 这种的操作系统啊 或者应用软件的一些漏洞 然后能够去进行修复 这是能够从主机方面 做的事情 这个和传统杀柱软件的区别 在于说 安琪4是有个游端的一个防控中心 主机端只是一个agent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张图 这是安琪4的工作的一个示意图 就是最下端是agent 是在每个服务器里面 装的一个小的客户端 往上面是云端的一个防护中心 这个防护中心是 针对阿里有几百万的客户 公共的 公有的一个防护中心 它能够综合分析 某些病毒的泛滥的程度 某些黑客的活跃度 IP的活跃度 哪些IP的信誉比较高 在这里面都会做综合分析 然后进行防护 最后给客户呢 在控制台会展现 我们的报告 右边的是一张截图 比如说我只是我的IP地址 然后呢 我这个有发泄密码 已经清除了多少个 密码7帖被破解了几次 一级登录几次 高危漏洞有几个 那么这个都会有展示 其实它整个是 就与云端的黑客的解册模型 保护服务器的安全 这就是安琪4的一个工作方式 安装安琪4就是说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我如何去使用呢 其实阿里用的服务器 用服务器默认的话 是安装了安琪4的 直接可以使用 但如果说我们现在买的 不是阿里用的服务器 是其他有商的服务器 或者是我自己的物理机 那也可以享受这个服务 阿里用的官网控制台 运动的模块 下面有安琪4 可以点击一个 安装安琪4的界面 会出来 可以Windows版本 Linux版本 都可以去下载安装 包括Linux里面 有很多的发布版 都可以 苏西 阿里用 Ubuntu 然后SendOS 包括Rackhand 官方的版本 都可以支持 其实安装完以后 用户在阿里用的官网控制台 就可以看到 这个阿里用服务器 一样的 写接着的报告 但如果是购买阿里用的E4S的话 可以看到的信息会更多 更快一些 这就是安装安琪4的一个方法 那整个安琪4和WAF的内容 就讲解完毕 谢谢大家的观看